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布兰美德 因为在空间 有一个人在家 到而对于是老爷爷 没看到不停的安装外置 而太老了 而开始打开线 很近时间 看对着叫布兰美德 因为就会在家在梦里 到而你叫 叫大方人来带把 到而被他的主人藏心 就继续搬到外籍的工作 经过路边 找个汪汪 越来越追 越小越追 大儿呢 看他多长 经过路边 攻击阿国 很害怕 不过他吃很多 就会被大蚊吃掉 大蚊子 小蚊子 我很羡慕 因为阿国 老马南给他吃很多鞋 可是阿国 他很害怕 因为他吃很多 就会被大蚊子吃掉 他很害怕 就会被大蚊子吃掉 因为 草上 发出很恐怖的声音 结果 是草里面 有一个 猫咪 发出很恐怖的声音 从草上 跑出来 然后 然后 阿国 大蚊子 牙齿 小蚊子 无 Queens 小蚊子 他肯定 就很期待 教女朋友 小蚊子 就跟 猫咪说 你可以跟我們做布蘭梅的 因為在主城四個人的 然後 老媽媽咪就答應了 牠們就一起出發去 到晚上 牠們四個動物就在 送給你睡覺 攻擊阿國 因為牠帶來了爬這個樹上 阿國看到旁邊有燈光 牠們四個動物就走去那邊看 你看 裡面 那些房子裡面都是小偷 牠們四個動物就想要把牠們 那些小偷趕走 牠們四個動物就疊在一起 換出很恐怖的小櫻木 那些小偷趕走 那些動物 撞走了 那些小偷趕走 去那家屋子 我想要來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 pitched